差不多了,蕭先生,我們剩下一點時間,你說道府,秋慶, 相當著名道府裏面的主題, 選兩首來講好了, 最有代表性第一首和第四首,大家看這兩首, 玉露雕霜,風樹林,無山無俠氣消心, 江奸,波浪兼天湧,菜上風雲,摺地陰, 蟲谷亮開,他日淚,孤酒一系故元深, 寒夜處處吹刀赤,白帝城高,急無鎮, 講這首,其實這首是在葵州寫的,葵州,大家知道在哪裏嗎? 沙蠟,即是大昌,葵州,紫龜, 黃昭君出生的地方,陸宇出生的地方, 這裏一條長江一線,一路上去重慶, 那裏就是無俠三峽的地方, 他就是在葵州那時候寫的, 其實就是頭三首主要都是寫葵州, 第四首是關鍵的,轉入長安, 然後再由長安帶回到葵州,他當時居住的地方, 這個時候,他投靠西村接道師監武, 在四川住了十年之後,監武死了,派他出市, 誰知在中途就監武死了,所以他就在葵州,住了兩年, 一開始那兩句,大家覺得很有氣勢, 玉露雕霜,風樹林,無山無俠,氣消心, 玉露就是白露,用玉字比較好聽, 而且不要跟白帝城重疊,其實就是白露, 令到那個風樹林,有一種凌落的感覺, 無山無俠,氣消心, 無山無俠,那種陰沉的,淒涼的感覺, 自從無山,首先第一,無山神女的傳說, 第二,大家知道,現在的無俠不是以前的無俠, 不要說起了三峽,未起三峽之前的無俠, 已經是遠遠沒有古時的無俠那麼險峻, 因為再次起了一個什麼壩,已經是葛州壩, 無俠已經浸了很多,不用看了, 那個人忘記了, 以前是再險要很多的, 就是這個無俠的感覺, 無山無俠氣消心,現在就平坦了, 變了坦途了, 接著這兩句很妙的,江奸波浪兼天勇, 波浪是很低的, 他就將它跟天連在一起,波浪兼天勇, 在上風雲,風雲是很高的, 接地陰, 是用極低來寫風雲,用極高來寫波浪, 這個是完全相反,這個對戀戀非常巧妙, 從菊兩開,他日淚, 菊花已經開了兩次, 即是說他在那裡十幾個月,起碼到, 看著秋天來完一次又一次, 都沒有機會離開,回去長岸, 離開葵州也離開長岸, 這個,這個, 杜甫說他老來漸於斯律世, 這些是用得很工整很工整, 從菊兩開,他日淚, 菊州一係故月深, 看見那隻菊州, 就已經想到回去鄉下, 因為是由水路回去,這個非常工整, 菊州就綁住,好像一條線一樣, 綁住我想回去鄉下的心, 但是就在這裏,已經受困了一年多了, 寒夜處處吹刀赤, 到了寒夜的時候, 整個白帝城,葵州這裏的人, 全部都在那裏做衣服, 做什麼呢,因為子女在外面, 起柔子之師, 知不知道,白帝成功, 急無針, 每個都在那裏做衣服, 這個就是講說自己也是柔子, 記得, 記得很工整,老來漸於斯, 後來第三首那兩句對戀是很出名的, 抗衡抗塑功名薄, 流向全經深示威, 同學少年多不賤, 五靈依馬自然輕肥, 我們整天都用的,同學少年多不賤, 張愛玲有沒有用過? 即是說,我的同學全部都是做官的, 以及學術界沒有誰做生意, 即是做娛樂圈做生意, 港大畢業是沒有人, 對呀, 我那屆同學, 有一個張永林, 但是她是一個高級打工仔, 真是最有清的一個, 就是我的女朋友, 你知不知道我的女朋友? 叫什麼名字? 在大學時的女朋友, 就是早一陣, 賣了石澳的房子, 破了世界紀錄的那個女人, 這麼厲害? 八億多, Single house for 世界紀錄, 做生意最有錢的就是這個, 但是她的錢是做生意回來還是嫁回來的呢, 我真的非常懷疑, 因為她嫁了三次, 即是越嫁越興亡, 這樣就是做生意的,嫁了三次, 即是這個, 我看過她的小說, 一個人發達有三種方法, Either you are born into it, or you are married to it, or you make it, 既然我不是born into it, make it又太辛苦, 所以我決定就是 buried to it, 你知道嗎? 英國人寫的就是這樣, 結果原來最有錢的就是我的女兒, 不是以前而已, 以前而已, 舊菜而已, 一間房子八億多, 當然, 康衡抗塑公明磅, 康衡屢致上疏這個孫弟, 初初孫弟看完尾, 這個他就寫自己, 因為他當初由賊宗, 在安子之亂走了回去之後, 他就做左實惠, 他就是防古, 就是成龍的祖先, 成龍其實是姓房, 其實是姓房的, 後來改姓陳, 他其實就是祖先防古, 就是出兵去打, 這個打仗就用居陣, 用古書, 結果就是一敗到, 你知道嗎? 這個成古物化, 他就救他, 尚索因此就炒魷魚, 抗衡抗塑公明磅, 流向全京, 深視為, 他只是想做教書都不行, 就是想將自己的學問傳下來, 同學少年多不賤, 你想想自己的同學, 五靈依馬志興肥, 說五靈的那些人, 穿的五靈的少年, 穿的那些球是輕的, 因為重的皮球是不值錢的, 那些馬是肥的, 所以我們經常講五靈少年, 五靈少年, 就因為由漢武帝開始, 到唐朝, 就是將那些豪強, 就擺去五靈那裡, 衝軍去五靈那裡, 去衝拾那些靈武, 好了, 其實主要是因為第四首那天, 就是, 出過習近平, 我真的覺得非常驚訝, 聞到長安此役期, 這人最出名, 百年世事不聲碑, 皇后習弟皆身主, 文武依觀意識事, 直北關山金古鎮, 精細居馬如書池, 如龍寂寞秋江冷, 故國平居有所思, 我聽說, 一開始文道已經很妙, 因為他離開了長江很久, 文道長安此役期, 有個網友說, 我說長安即是北京, 他說長安不是北京, 大家知道長安不是北京, 但是自從名稱小算開始以來, 首都就叫長安, 所以你看看《紅樓夢》裡面, 他都是寫《紅樓夢》的名字, 文道長安, 你知道嗎? 就像當時的首都, 你明白嗎? 這是一個比喻來的, 文道長安止役期, 那種役世變化, 明明公公一人, 突然被人抽了一隻役, 突然一輸交換役, 是不是像足企一樣變幻莫測呢? 那個權勢的起伏, 百年世事不勝, 比這百年數分一百年, 他很多註解說, 杜甫說他幾個一生, 其實不是說他一生, 是他數分歷史上的一百年, 那種興衰, 你真是難以想像, 就是唐太宗時候, 由唐太宗時間開始數起, 唐太宗時間的興盛, 突然做了一個武則天出來, 做了皇帝, 武則天出來,唐元宗全盛時期, 然後安陸山之亂, 兔帆打入長安, 那種變故, 令你百年不勝悲, 世事不勝悲, 到了今天是怎樣呢? 皇后, 其實這第三、四句是重點, 皇后帝責皆身主, 以前威的那些人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皇后帝責皆身主, 那些新的人已經霸佔了那些, 那些舊時最有權勢的人, 那些大宅, 最好的地點, 以前北京那些人就這樣說, 最有錢的人全部是內務府出身的, 最近貪污回來的, 哪些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內務府, 叫做, 樹小, 防身, 話不古, 你知道嗎? 那些樹就是剛好種的, 就是命大, 那家屋就很新, 那些話就不是古道來的, 此人必是內務府, 化法來的, 這些新法才, 部發戶, 文武衣官, 義式士, 連衣服都不一樣,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 你看十年前, 政治局常委全部穿解放裝出來, 全部穿西裝, 而且剪裁不漂亮, 文武衣官, 義式士, 連衣服都不一樣, 道府施酒師, 會不會說今天的中國? 他那時候就變了, 突然多了很多胡人, 在長安那裡, 那些兔帆又來, 抹衣又來, 那些橫冠, 那些橫冠, 那些衣服又不一樣, 你知道嗎? 那些衣服都不一樣, 那麼神奇, 現在真的衣服都不一樣, 不是開玩笑, 你再看毛澤東時代, 那些衣服是怎麼樣呢? 難看得震, 你知道嗎? 其實每隔十年, 那些衣服都變了, 文武衣冠, 義式士, 但是, 那個國家始終是充滿了危機的, 直北關山, 金谷鎮, 在蒙古北面, 這就是回逆的勢力, 經常在侵略, 征西居馬與書池, 這邊是韜藩崛起了, 韜藩, 即是藏文, 魚龍寂寞秋江南, 在一個這麼多憂患的時間, 那條魚龍是沒有事情做, 在寒水的江浸在那裡, 等於自己想盡力, 都是沒有機會盡力的, 報國毛來的, 我們住在海外的地方, 遠遠望見, 唯有有些感嘆, 故國平居有所思, 是否很貼切呢? 後面就是第八首, 有兩句很出名的, 就是鄉渡脊魚, 英武立, 逼吾妻老鳳凰之。